大家好,我是波卡多,延续上两部的影片整理 这次要介绍龙珠动漫及电影中 孙悟空与达尔的融合合体六种形态 在此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融合跟合体 融合术 这是梅达摩尔星人的招式 需要两个体型和力量相当的人 既左一右做出一样的姿势 所产生的融合 基本的融合时间为30分钟 但随力量越强维持的时间则越短 另外若是在融合时有动作错误的话 会变成胖或瘦的形态 耳环合体 利用戒王神的波特拉耳环 两人分别带在一左一右产生的合体 效果比融合术还要厉害 一开始设定是合体后就无法解除 但在龙珠超里有追加设定 说明只有戒王神使用时才不会分开 一般人使用则是一个小时后就会分开 也是力量越强合体之间越短 以上就是融合跟合体的介绍 那么龙珠孙悟空的形态整理 就正式开始说 形态一 融合术 布达尔胖子形态 这个融合是出现在电影版 融合失败的形态 外表看似胖子 灵活度却过于常人的超级胖子 看起来非常耐打 或许这形态是悟空融合形态里 屑最后的也说不定 布 形态二 融合术 布达尔超级赛亚人 这个也是在电影版出现 一登场就是超级赛亚人 头发竖起 有这达尔M型突 额前还有一戳刘海 瞬间就解决掉电影版的魔王 形态三 融合术 布达尔超级赛亚人 4 这是出现在GT的形态 布空跟达尔用超级赛亚人 4的融合 这形态的超4跟一般超4 最大的不同就是头发 是红色而非一般的黑色 另外合梯后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一出场还会玩弄GT里的一星龙 完全不把它放在眼里 形态四 二环合体 达洛特 一般形态 在普物片跟龙珠超出现 这样子是悟空跟达尔的综合板 额头前有两戳明显的刘海 但没有像悟达尔有M型突 衣服则是两人的综合板 整体外形还挺酷的 形态五 二环合体 达洛特 超级赛亚人 达洛特的变身 拥有惊人的破坏力 让吸收物贩的普物根本无法造成伤害 就算变成咖啡糖后也是一样凶猛 这形态在七龙珠里里面算是最强的战士了 形态六 二环合体 达洛特 超级赛亚人蓝 在龙珠超出现 为了对付合体后的扎马斯 悟空跟达尔才逼不得已再赌合体 只可惜此形态力量太强 还没给扎马斯最后一击 就因时间到解除合体了 以上就是孙悟空与达尔融合合体的六种形态 其实还有黑悟空跟扎马斯的这一个合体 但因为不是真正悟空 所以我就不多做介绍啰 另外一提 在普务篇其实悟空还有想跟天天合体 但天天不是战斗型就此作罢了 另外也有想跟撒旦合体 但有所顾虑 怕融合后战斗力反而下降 好险达尔及时出现 不然真的合体就悲剧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分享或订阅 那波卡影片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